55.游戏 游戏是成长与发展不可或缺的 儿童透过游戏演出来学习 他们想象自己在所有各种的情况里 他们尝试其他家人的角色 想象自己富有或贫穷 年老或年轻 男性或女性 健康之道 与成人相较 孩子最明显的特质即是游戏心 对于孩子来说 游戏是成长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经由游戏 孩子们成长了身体 增益了能力 更开发出自由 独立与富有力量的感觉 对孩子而言 游戏与学习往往是同一回事 孩子们都爱玩 他们可以玩物质的游戏 譬如跳格子 丢沙包 玩躲避球 也可以玩心灵的游戏 比如看到天空中的一片云 他们就可以开始想象 编织出充满同趣的故事 游戏往往不只是游戏 好比疾病的疗愈 就真的可以用游戏心玩出来 当孩子生病时 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们 玩一个神奇药丸的游戏 游戏的方法是 先让孩子想象 爸妈手上有一颗 能让身体越来越好玩的药丸 而后请孩子张开嘴 将想象的药丸放在舌头上 再给孩子一杯水 煞有皆事地吞下 接着叫孩子念三次 我已经吃了一颗越来越好的药丸 所以我的身体很快地 就会越来越好 玩过神奇药丸的游戏之后 孩子们会发现 想象的药丸 竟然跟实质的药丸一样有效 或许还能因此 认识心灵中 蕴藏的疗愈力量 这样的游戏有多重玩法 除了神奇药丸之外 若是孩子相信 他的感冒或肠炎来自病毒 他也可以将病毒 想象成一只小虫 再想象自己拿出一只扫把 将病毒扫出家门 身体就可能因此恢复健康 而若是孩子生病在家卧床 爸妈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想象 在公园或游乐场中 快乐地跑跳 或玩旋转木马 这样的游戏 将在喜悦中 唤醒内在的疗愈力 让孩子更自然地迈向健康 心灵疗愈的想象游戏 从孩子越小时间开始越好 孩子会在游戏中 见识到心灵的自愈力 这也是疾病的最佳解决之道 而若是想培养孩子的 富裕与理财力 爸爸妈妈也可以跟孩子们 一起玩大富翁等游戏 若是孩子在游戏中 买到了台北市的许多条道路 也盖了许多房子 爸妈还可以跟孩子一起想象 拥有丰裕的金钱之后 可以买些什么或做些什么 这样的游戏将让孩子 拥有富足的感觉 也能成为心灵中真正的大富翁 孩子呢不只是白天游戏 夜里也在游戏 他们醒时在玩 梦中还是在玩 这就是许多孩子梦中 仍在嬉笑的原因 醒时的玩法与梦中是不一样的 醒时的孩子使用想象力 在脑袋中营造各式各样的情景 梦中的孩子则创造置身其中的梦境 并进入其中真实的玩游戏 比如同样是玩小汽车 醒时的孩子可能一边守在地板上推小汽车 一边想象车子在高速上奔驰 而若是进入梦境 孩子将会发现自己真正手握方向盘 踩着油门驰骋在道路上 这样的梦境能让孩子的心智与肌肉都得到锻炼 也是最切实的学习 孩子的梦往往比成人的更强烈 因为脑子正在练习它形成事件的活动 有了梦中玩耍的经验 孩子处理醒时的物质事件 就有了更踏实的基础 感谢观看